现在房子是我的 我应该是有权利可以用的 为什么我现在还拿不到房子 你法律是保护他们 保障他们权利 啊我的权益 位在台北市万华区屋龄50多年的四层楼临路透天 是小M跟先生小红花了3900多万元 卖下的法牌屋 原本前两拍这间房子是不点交的 直到债权银行华泰 向台北地院申请除去租赁通过后 夫妻俩才决定跟其他银行借款2000多万 进场加价投标可以点交的房子 没想到1月却收到民事执行处公文 表明该房屋仍然不点交 这让原本已经完成的法拍程序再度出现变数 定价数也缴了 然后我想说啊 这样应该是应该是差不多 差不多准备要结束了吧 其实心里蛮难过的 赞品又谁敢买 原因就在于债务人周姓男子欠一名陈姓男子钱 以债抵租 陈南因而向高院提起抗告 没想到高院后来裁定废弃除去租赁 理由是纵使没有除去租赁 本件仍顺利拍卖 所得价款可以满足华泰银行的债权 因此华泰银行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 不因租赁关系存在而受影响 而拿到钱的华泰也撤回再抗告 最终除租命令确定 也让买房想作为水产批发工作室的夫妻计划全泡汤 如今还得提起请求返还诉讼 很不公平啊 我的权益呢 对不对 法拍屋现在是一个月大概要缴 大概17、8万的 就接近20万的贷款 对啊 我工厂的房租是一个月6万 我还要缴一两年的房贷 然后什么都不能用 然后也不能进去 对然后就被他霸占着这样 压力也很大 对此协助小恩夫妻处理法拍屋问题的顾问张世青 也表示自己做了20多年法拍屋案件 头一次看到高院跟债权银行这种离谱 不顾拍定人权利的事件 华泰银行本身他也有承坐法拍屋贷电款的 这样子的一个业务 居然知道这样子他又把它撤掉 那他是这一个向他们银行贷款的 这个贷款人 于何地 高院废弃理由有点 就实际上我自己觉得他到果为因嘛 我觉得可能违反信赖原则 那确实点不点交在实际上会影响到价格跟购买的意愿 律师表示小安夫妻因为在此案根本不晓得中间的抗告程序 建议可以向执行处所属法院请求减少嫁金或是请求解约 要求对方返还嫁金以及额外的损害赔偿 而高院则回应租赖可以被除去的前提是他要影响拍订 但该物件租赖契约的存在不影响到拍订所以就不需除租 至于拍订人利益部分在裁定里面是无法处理的 法院能够审着的范围是有限的 会被拘束在针对原审不符的地方 或是一些程序上的事项才能够去处理 至于华泰银行则认为该案件涉及各自问题 他们是照法院程序走因此不予回忆 据了解再打诉讼至少还要拖个两年才有结果 也让投诉人进退两难 请按赞 订阅,订阅,订阅,则抖